中国大肆宣传海军战力庆祝4月23号中国海军节 建造是为了战 建造是为了练 而不是为了抗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香港媒体转载文章爆料 内容指出 美国军事评论员说中国航空母舰慢吞吞 光是启动就需要48个小时 恐怕战争结束都还没有出港 这位评论员说的没错 不仅辽宁号是这样 山东舰和福建舰也是这样 因为这是以蒸汽轮机作为常规动力航母的通病 这位作者化身为军迷集结号 在中国西瓜视频有48万粉丝 外界推测疑似是中国军方人士 他还上传详尽的分析影片并比较各国航母 他指出目前世界上的航母主要使用的动力有三种 第一种是核动力使用的由美国的尼米兹号 因为配备两个A4W和反应炉 启动时间很快只要两个小时 第二种是燃气涡轮机 英国伊丽莎白号就是用这种动力 给油打火就能瞬间启动 第三种就是中国航母使用的蒸汽涡轮机 因为要先把60吨的水加热成蒸汽才有办法启动 启动耗时长达48个小时 美国早就看破手脚 而在影片下方也不乏中国网友吐槽 平均一小时只能烧1.2吨开水 比小区锅炉房慢多了是烧劈柴吗 承认差距有这么难吗 若有战事黄花菜都凉了 静新闻始方于朱嘉玲报道 大载静新闻APP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